IDOL DOKI DOKI 大作战 是什麼樣的悄悄話 會讓我們的完美偶像昆達 心跳加速呢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我們開始 一開始就來個這麼厲害的 直球對決 我們的完美偶像昆達 他的心跳會不會加速呢 沒有 謝謝 2020、5、20 還有等等收工一起吃宵夜 嘿 17天收工以後吃宵夜 我們的偶像昆達那有什麼樣的反應啊 BALL PS4 Pro 加 DualShock 4 手把 只要10880 還不夠啊 那 PS4 加最後生還者 戰神 地平線 期待 003 款遊戲 再送你PS Plus 三個月 只要 8880 怎麼可能 這是什麼遊戲 你 你有什麼名字 Days of Play 大量的厲害 REA 慮愉就是因為你想要 換機或是升級 就要趁現在 直到6月16日 PlayStation Play Stay Show 現在是要 走圍 分鮮 是指白紙有貼木的那種 你叫它鮮抓紙 你抓紙吧 好 我來抓紙吧 貼木無木板 嗯 請多指教Des 左圍 十七四 右上角小木 十七四啊 接下來它會怎麼走呢 這孩子雙木有神 將來一定很有作為 欣慰嗎 十六十七 十六十七 還是欣慰嗎 這在袖冊時代 是很難理解 但是五木板貼木 它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十五三 追求最好的那一首 這真的是令人興奮 我輸了 我輸了 左圍 他中盤認輸 他看出自己已經輸了 我的使命 結束 我是白龍 我當然不會下棋啊 輸了吧 無練男 我們走 你長這麼貴 演什麼左圍 應該是他來演才對 應該是他來演才對 我 我忍不住 為什麼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想拋你 我跟你講我就是演這個才是對的 這才充滿了年輕人的朝氣 我 我 我忍不住 我跟你講我今天為什麼會這樣裝扮 因為我們講到這個圍棋 就一定要講到我們旅日的大國手 林海峰老師 我們今天來到的就是海峰祈願 你那個年代只要講到圍棋 就會想到林海峰老師 一定想到他 小朋友講到圍棋就會想到他 就想到他 這也是好事啊 好事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研究一下圍棋 所以簡單來說你是會下一點圍棋 不敢 我只能會下五指棋 五指棋就是公演的那一套 八正圖正 有沒有看到 可以可以可以 八正圖的奧義 好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要跟台灣最強的女國手 唉唷 這位女國手 不是B 女國手 你怎麼很高興是不是 但是這一位可以說是這個 色衣雙全 這位本身又長得非常的標誌 各位不要一直拿著這一盒 我在見到老師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頭髮拿掉 不行啊你是靜能光 老師我今天整天都在靜能光啊 老師就是你的踏實料 是沒看的 踏實料是什麼 啊 船長 船長 我不要跟你講 我不要跟你講 怎樣 靜能光會有一個素敵 踏實料 他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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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宜艷田 口罩戴起來還像洪洪洪大哥的 真的不容易 你已經進化到 你已經變康詠哥的模式 對 我還是康詠 好了好了 旁邊這一位是我們黑家家老師 對 老師好 謝謝 黑家家老師真的是氣質非凡 想請教一下黑家家老師 您這個在圍棋界下圍棋 已經有多少年的經驗了 我是六歲開始學圍棋 然後四歲考上職業 目前在國內的排名是第一 就女棋手指定 女棋手指定 太強 您的段位目前是 目前是職業七段 七段 真的是太厲害了 今天要來向佳佳老師求教 其實我下圍棋 我大概是八歲開始下圍棋 八歲零一個月 後來就沒有再下圍棋 學姐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知道 他的程度到哪裡 是不是要先跟他試 試下圍棋 對我剛剛正準備跟幾位小朋友一起下 那邰哥又不要在一起了 謝謝 謝謝佳佳老師 我歸類到小朋友 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先來看一下邰哥的水平 你不要客氣 你小朋友真的比較近 你從頭再來一次 機會比較高 對 我現在可以跟黑家家老師對譯 這是此生莫大的榮幸 全國最強 對我們來了 好不好 我先測試一下 本身的這個圍棋能力到達 Kick it out Kick it out YES 我真的很好奇說 邰哥為什麼要把口罩戴起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全場只能有一個人獲名 只有一個人 難道你想看我嗎 對嘛 誰想看我 想看老師 把臉矇起來嗎 蛤 也蠻想的 嘿嘿 不要講這些 就這樣 來開始 請同學擺兩個字 知道請開始 我拿這個鞋 感覺有點怪怪 知道 我一般放不下 這太小 速度 對 老師老師你是不是不懂 什麼 我擺兩個字 而且你竟然還拿 知道 另外一個字也擺在心裡 不是 不是 是 我擺在心裡 可以 OK 你怎麼會忘記 我擺在心裡 你怎麼會忘記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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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爸爸會不會下去 給爸爸先起斷 這邊斷 那你這樣會跟爸爸下去嗎 這不跟你同學錯了錯 對 你喜歡下去嗎 記憶騰光 我接著 教練 我問你喔 邰哥現在是一個盤棋 有佔優勢嗎 邰哥 右下邊 快死光了 邰哥右下邊死光 你這樣看就知道了 我都死光了 他說你現在出現下聲 我等一下再去 我現在往這裡走 這樣會一個死一個多 你自己來看 對 怎麼會越死越多 怎麼可能 有沒有人終於玩到一半說 我不玩了 如果你小時候沒有 沒有好涼 就是 不要親一個 沒有…不要碰我 對 我可以吃掉一個 我可以吃掉一個 嗯 其他同學是會不會被吃死的 其他同學水平都很高 他們都有六七段 其他水… 小朋友 同學六七段 業餘六七段 剛開始學的是疾問 就是三十幾 你看大哥 老師現在的質感在外面圍起來 老師想說我下回期這麼久 第一次遇到死者 這是什麼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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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有點餓了 可以… 你可以吃餅乾嗎 可以吃餅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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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放個拉麵 他… 通常會… 我拉麵了 那我跟你講 我就只能走這一隻 你看到沒有 後面才死 後面才死 人家不早 你也死 我死了嗎 真的假的 好想吃 很難看 你才會吃餅乾嗎 你心情不太會 不是 是… 你會吃餅乾嗎 你會吃餅乾嗎 他說些平板 你會吃餅乾嗎 到底是什麼 你的意思嗎 你會吃餅乾嗎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要幫打鼓刀 在這邊好像要幫打鼓刀 已經完蛋了 哈哈哈哈 怎麼回事 因為老師拿起子的時候好興奮 他把手放在一起 哈哈哈哈 我來喝 沒有 我來喝 我來喝 你不要亂吃 不喜歡這樣 謝謝你再吃吧 終於到了 謝謝 謝謝 悔悲ですね 差一點點 悔悲 真的不能貼死 不能急躁 我剛剛就是急躁 想追 殺傷傷追追追追追追 我不怕好不好 結果之後 鐵齒磨成袖發生 結果 整個被吃得光光了 明明就是他一步你一步 他一步你一步 最後你卻一次被吃了十幾顆 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現在打算怎麼樣修正 我打算就是不玩了 從此離開我一起戒指 我跟你講不能這樣 今天很意外的是 我們看你 原本以為你是一個完全的門外漢 就連學長都說 邰哥有兩下子 好可惜 感覺你至少會一點 我跟你講最主要的是 當我 有吃到櫻木的時候 那個喜悅 被騙 感覺因為 你開那個家庭老師 可以直接附起 你覆蓋他跟韓哥的那個 不要不要 附完之後他會講解說 不不不我不敢看 不不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 我跟你講一敗塗地 我們現在要去檢討一下 不不不不 一敗塗地真的 不不不我不去 除非現在老師來拉我 老師沒有 我們現在要來覆盤 覆盤嗎 檢討一下 就是剛剛哪些地方下的不太好 老師我覺得我這個實在是沒有一直下的好 沒有我覺得有幾手下的還不錯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我 不是 有些時候 孩子嘛 他會想哭著 老師跟你相比 真的是一個孩子 你看老師這樣子 下棋的時候 這麼的端莊 這麼的專注 就是你講一些笑話 搞的時候他也會 很有禮貌的回應 對 有禮貌 這種情況下你覺得老師 是什麼星座 巨蟹座 什麼星座 不是 沒關係 你覺得絕對不是巨蟹座 對絕對不是 你先把它講掉 但是很有可能是 射手座 也不是 他也不是 他不可能 他很可能是金牛座 好啦 那我們進去 去覆盤 三個都沒有太對 三個都沒有太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進行覆盤 我剛剛是要排個兩顆子 老師請問一下為什麼你不用看 你就記得 因為我剛剛是我下過的波 還算其實有點不太好進 就是很多超乎 想像的 對想像的起 那這首起 我覺得是本局下的最好的一首 本局最好 就是開啟啟 開啟啟 對對最好的起 非常的好 就是可能是看旁邊小朋友下 好 接下來這首也下的非常好 這首其實就是 其實算是一個定時 就是還蠻常出現的一種起 一般來講的話 假如白旗跳在這個位置的話 黑旗會在這邊附近走一點 不然就是被白旗 飛下來的話 這顆黑旗就非常的危險 這樣子你就看出來危險了嗎 對這樣子 這顆旗就還蠻危險 就是馬上就得補補 沒有啊 沒有啊 我還要這樣子 沒有這樣子嗎 接下來這首起就是 有點不太好 要唯控的話 一般就是不會 就是連 把起子連在一起 這樣非常的笨重 然後起心不太好看 我等一下把它補齊啊 就還不如一開始就不在這裡 就不用浮在這裡 就不用浮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挖一個 應該身體等於呢 最佳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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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下完就差不多 這下完就差不多了 我就差不多了 現在黑旗接上 然後白旗接上 現在這兩邊都處於 都沒有過的狀況 好像黑旗應該也接上比較好 這樣可以把這顆子給救回來 嗯 你剛剛在這邊跳了一點 我跳了一個是想說 把你圍起來 嗯 想法很好 我才下一個就快要死了 這邊下了三顆 你就說我死光了 這個是確定死光 然後這個看 老師你好適合當醫生喔 你一看就知道沒救了 可以正式宣告死光 為什麼小朋友聽到你 要死光這麼高興 因為小朋友就很難得 看到這樣的場面 從來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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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這麼爛的 欸我是一氣貫通 一氣貫通 一氣貫通 老師如果在國際正式的大賽上 對手使出了一招這樣子 是不是隔天會上放 通常這樣應該不會成為職業騎士 好好好 老師你知道我的程度嗎 嗯 差不多知道一些 我大概的程度是在什麼地方 我大概的程度是在什麼地方 可能有十幾級吧 有到十幾級 可能有十幾級到二十幾級 到二十幾級 再問 老師二級嗎 二級到三幾級 再問老師三級嗎 差不多三十幾 對 嗯 有想像中的好 好 謝謝老師 那現在老師已經測試 跟小朋友們一起上課 知道你的程度 接下來幫你特訓一下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你的發展都還蠻像 麒麟王這部漫畫 麒麟王是什麼 不是 啊說話說話 啊なるほど 麒麟王ですね 好檔 你沒有看過這部漫畫 沒有啊 老師你一定看過這部漫畫 嗯 我看過這部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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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同一個等級的 下一盤棋大概要多久 正常 我看過最久的一盤棋 應該是七個半小 下七個半小 下七個半小 第幾首就可以看出 這個人的程度 這個人的程度 大約 二十首吧 二十首就差不多了 每個人的強項不一樣 有的人布局就是他的強項 會不會有人故意設局 請君入翁 這件事情其實沒有這麼容易 沒有這麼容易嗎 就是兩個人如果水平差不多的話 其實你要做手對手 應該是看得出來的 為什麼我什麼都看不出來 現在嘉嘉老師就要教你 從基本的開始 怎麼看 對怎麼看 然後看你今天 對基本的開始 對對對 謝謝老師 老師我可不可以留下你的飯 不用搞這些 留在幹什麼 你要幹嘛 不是因為我想說 事後想問一下嘉嘉 不用 我跟你講這邊那次老師 要專門一對一的指導你的圍棋 也希望觀眾跟著看完這一次之後 可以多多少少獲得一些圍棋的知識 台灣的小朋友是這樣 看官的高手 就打籃球 看購球的彈筆 就打頭皮球 看一看路的狗 就下圍棋 現在最新的 現在小朋友就拿刀在地上砍 現在可以這樣 KIZU NO COOKUTER KIZU NO COOKUTER KIZU NO COOKUTER 今天的這個圍棋 我一定要好好向嘉嘉老師學習一下 請老師多多指教 多指教 那我們首先從道具講起 就是我們下圍棋的主位 用到棋盤 那麼 K棋會先閃一身板 所以KIZU先下一顆 下下去之後呢 其實再也不可以移動 再也不可以移動 對 所以下下去之後 不可以把它拿起來 那平常的話 有講說 好像是讓老師或先輩 是白子 然後晚輩是黑子 一般假如你同樣是 是職業比賽的話 我們就會進行拆子 拆子就會由段位比較高的那一方 就是抓一把氣墊 然後讓對手來猜單或雙 幾顆 你放一顆再把你猜單 你放兩顆再把你猜雙 中間這一顆叫做天圓 然後這四個就是叫做心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講氣 氣就是這一顆子旁邊的這四個位子 就是氣 就是當一顆子沒有氣的時候 它就會被提掉 其實老師你很習慣這樣的場景對不對 因為像你去比賽的時候 很常都跟妳說就是一個阿伯 對 但因為下起的時候 其實是不可以講話 眼神通常也不會教會 就是雙方都會看著這個氣盤 真的啊 對 就是我真的有就是 不記得我對手長什麼樣子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沒有這麼看 那妳也太專注在氣盤上 對 就是我一直都是看著氣盤 好 那我們接下來稍微難一點點的 嗯 白起 要走 把黑起這兩顆子吃掉 對 可以啊 因為我先下手 對 先下手為強 對 先下手為強 那我們接下來講比較稍微難一點 就是 難一點 大結 像這樣的局面 就是 比較黑起先下的話 那黑起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子提掉 對 這個子在一起 對 那提掉完之後 它又可以把它提掉 對 這樣的話就會 沒完沒了 雙方會這樣一直提來提去 所以這時候呢 白起不能馬上提回來 白起必須要在外面先走一手 然後如果對方跟著你硬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提回來 那這不是這樣還是 脫了褲子放屁 還是在那邊 脫下一手 然後在那邊還在弄來弄去嗎 對 但就是這會一直持續到就是 有一個人走了一個 後手 就是 對方不需要硬得起 它就把它停一停啊 對 就是呢 然後開始提 然後開始再走一個 白起病棠 然後白起就可以跑去街上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叫它 大結勝 就是這個結的大音樂 接下來我們要講 圍棋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不是梯子 最後其實比的是 誰圍的木 誰的地盤長牌 那像這樣 就是這個腳上 看到這個地方是有九木 這個邊現在也是九木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黑棋花了多少顆 把這個九木圍起來了 所以一定是從邊開始打 就是一定是從腳開始 因為腳花的指數最小 那老師如果比賽的時候 可能說 就是你有四兄弟比下輪的整盤都是 算這個需要裁判算嗎 我們一般世界大賽的話 裁判會來算 但就是我們腳在台灣比的話 我們一般會自己會自己算 嗯 世界上最快認輸的是 我記得好像是五十五首左右 五十五首 最近是最快的 好像真子看錯的一個狀況 真子 只是一種奇形 噢 針 針 噢 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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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針 噢 是這個針 哪個針 有手機 老師很用的手 老師很 老師不愧是為鞋鍋 他已經預料到你會被扁 所以他連鞋都懶得鞋 噢 是嗎 盡量並能接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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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白鞋現在要跑的話 就是現在這是一個打刺的形狀 然後再打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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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白癡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公斤 公斤公斤 補過來了 再打刺 欸你就是跟剛剛一樣阿 對 剛剛阿 我剛剛不是每天阿浪快死了嗎 對 剛剛就是這樣 對 剛剛就是這樣 哇靠 那我只能趕快壯士斷懷 讓它死的越少越 對 這個局面的時候 這兩顆紙就不要跑一個 因為你跑不出去 你就會越死越多 像這個氣息 就叫做真紙 我搞定了 想不到我跟老師 剛剛確認真紙 然後馬上看到沒有 真的是不只能真紙 不是真紙 是真的 我沒有真紙 那我們基本規則 應該都差不多講了 邰哥有什麼問題 沒有 老師妳剛剛這樣講得非常詳細 好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來 來稍微試一下 就是下九路的氣盤 九路 哦 從這個開始練習 對 就是從這個開始練習 因為這樣可以比較快的 下完一盤 欸 這很好看耶 好可愛喔 他會覺得很可愛 對 那妳就好 因為我其實有10 可能不只 快20年沒有下過這個氣 對 妳很小分 妳從哪一年開始 發覺妳是 圍棋的天才 嗯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覺得 自己特別有 天分 都沒有 那都是別人 對於妳的讚譽 就是別人覺得 我有機會成為自己的氣息 哦 所以但是妳 下棋完全是自己 非常喜歡 對 就是 主要是有興趣 然後就一直在學 老師妳是從幾歲開始 覺得自己蠻喜歡下棋的 8歲的時候 就那時候我 8歲的時候 就看了麒麟王 欸 老師的故事很立志 他因為看了麒麟王 立志成為國手 然後就真的成為國手 我小時候8歲的時候 我就是看了那個 那 台哥用黑琴 戴一下 然後加白琴 嗯 剛剛學長說 老師可以讓妳不要到 至多25指 看了一遍 就是如果是 只需走路起盤的話 妳有機會吧 我覺得 真的假的 如果 老師在讓妳25指的前提下 老師還可以順利的 取勝於女 我覺得沒有話說 這就是老天的安排 妳的保險收益 妳就寫老師吧 不要沾亂講 可是如果妳要25指的前提下 像妳贏的老師 我們就把老師的賴給妳 不用啦 我自己要就好 好可愛喔 妳很愛吃小火 我 拋壽 我這麼刺激 這幾下都是吧 姬敏 妳來嗎 可以 怎樣 讲老师 生日完了 咦 真假的 真的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我刚有跟妳做一下东西 我在一起揉 什麼東西 就是一塊起呢 像這樣 這樣是一顆眼神 然後每一塊起都需要有這樣 兩顆眼睛才算一塊過起 但是我這裡活啦 那最後我一起來來的是 這樣算起來應該平手 老師你算一下最後幾目 這樣子白起贏黑起三目還是贏三十七目 四十目 八十一目才輸四十目 老師像你以前教會這麼高 在像教邰哥這樣的初學者的時候 你還會有樂趣嗎 其實在邰哥以前我只教過一個學生 教了兩堂課左右之後他就不學了 為什麼 他覺得我教得太難 他是幾歲的人 比我差兩歲 就是我姐 就是你姐 什麼 第一個是你姐 對我第一個學生是你姐 而且你教你爛起爛死 是家人的對話 所以我是關門第四 就是第一個是正式的學生 正式的學生 真的假的 所以老師其實平常都在比賽 就是有的時候會像指導期 就是像今天那樣 我跟你講這樣好不好 我剛剛雖然是談笑的這樣講 但真的讓老師讓你的機子 你嚇一下的看 然後你中間有任何疑問 你說 老師請問你為什麼你真的要這樣想 其實靈王的過程之中 見人工其實一開始也沒什麼興趣 然後就左衛在旁邊跟他講一下他想 左衛什麼 左衛 左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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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你講 你現在不能要我用這個形象去想 因為我恢復我自己本身 你要恢復成績自己嗎 是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嗎 因為你見得光跟日本人的差距就是在頭髮裡 你來家就變 你一起來變壞壞壞壞壞 對啊 那我哪裡變 左衛變可能比較聰明 可以這樣 來幫你幫他變 好不好 25指是 OK OK 你現在在幹嘛 鬧子啊 你要想你的25指要怎麼用對不對 25指有一個閨蜜的擺法 沒關係 他擺好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格都隔兩格 我都已經擺成這樣了 我看他怎麼像 這是我們平常比賽會用的計時鐘 我現在先按囉 嗯 對 那我就按囉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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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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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2 哈哈哈哈 輸了 結束了 結果他從外面為錢 我就去了 轉一輸71目 這還 這是什麼目 但是你還跟我說 因為老師等於是全國掙錢 我聽說老師可以跟你下盲棋 盲棋是什麼意思 盲棋就是我不看 你不看你會亂下一通這樣 沒有我會喊數字 但是如果是盲下的 其他就要縮小一點 但是我跟你講 我剛剛老師 老師講句 老師我沒有照 我幫你覺得想要專心 老師你覺得台歌這樣55歲 接觸為期 可是他真的因為今天這樣 演出了一個興趣 然後好好的去專演 你覺得他有機會嗎 你覺得最大門嗎 不是我是說 我其實會更上城樓 這要有奇異 這要有奇異 你覺得有奇異 他是這個意思 我幹嘛替你這樣解釋 然後你學說什麼 我覺得今天台歌進步還蠻多的 不是我覺得能把這完結下完還蠻厲害的 還蠻厲害的 你跟我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 你在跟老師 玩的這個每個過程中 你有沒有學到一些新的對文化的概念 所以你有任何疑問 都要問老師 老師你平常喜歡的活動是 比方說你健身 錯 不然你現在跟我一起有關的 沒有問題 不然我也問老師你提到 覺得說我就是看命的事情 欸你這麼 欸你怎麼問得好好 不是你 你問你超越我了 對吧 嗯 我有去過賭場 嗯 Oh my god 還剛開過賭場 我真的好配喔 牛刀小事的結果如何 輸了十萬韓幣 十萬韓幣 然後就再也沒有賭過 後來還有去澳門 後來還有去澳門 你其實很愛 請問他其實還蠻有趣的 好啦 讓老師秀一下 給你下個 盲下 所以你在盲下的時候 你是會握著對方的手 然後 不會 不會 他握著你的手 只有一種形狀 什麼形 就是在加護病房 不然要不行 他會說凱哥 不是家家 你還記得我嗎 什麼東西 你們要適合我嗎 來看不看 好啦 好啦 老師就能藍測一下 走路齊盤 好 來囉 來囉 來吧 什麼意思 跟你說喔 旁邊的學長會把棋面爆棉 讓他聽聽 因為他要掌握這個棋面 哇 我以為他坐在旁邊 我以為他是撥爆棉 希望他是 沒有沒有 七字七 三字三 你拖了他之後他外翻的話 他教室在很奇怪的地方 不知道 你拖了他之後他外翻的話 他教室在很奇怪的地方 不知道 你拖了他之後他外翻的話 等一下 另外一位老師說我教室在很奇怪的地方 上面是一個蛙的形狀嗎 因為他棋盤是這樣綁 喔 這樣子 老師真的跟圍棋已經人巧合起來了 好 我就是要這裡 教室 是不是 蛤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學長我請問一下 在台灣 圍棋界是有國家的資源嗎 有企業證 喔 真的 喔 那就還好 因為我很高興耶 高興 我們還這麼多 從來沒有哪一個東西有企業證書 終於一定要到企業證書 這畢竟還是一個屬於 文員雅士的一個活動 剛剛覺得你說 日本的報紙上就有圍棋 好像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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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真的 我們要聊天會不會 真的會影響到你 他已經沒有在聊我們了 還沒有 謝謝 你能不能在這個moment 會有一點好奇說 學長是誰 可以介紹一下 學長也是台灣的驕傲 期一段職業騎士 下圈子 下圈子 我想要問你學長 今天問題 學長你除了下圈以外 你才有什麼興趣 看隊員 看隊員 有事沒事就看家這樣 起手隊 又起又起 4 2 3 4 5 嗯 對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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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唉 我這邊也沒氣了 也會去了 是 有個酸酸汁嗎 沒有 沒有酸酸汁 他亂丟了 他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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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沒有… 自己喝 好… 好… 才用下最後一個位置 好 堅持 這樣子 比賽就結束了 我們把題面記錄下來之後 請佳佳老師把眼照拿掉 看看 跟他心裡面想的情況是不是一樣 老師OK了嗎 OK 我們就幫你拿下眼照了 好 老師我是那樣 先生也對著什麼 他… 他沒有反應 欸 他現在很關心這個戰局 我可以負盤嗎 負盤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衝刀擺一杯 好 你擺一杯 蘇珊的西木 好 好 見鬼 哈哈 哈哈 蘇珊的西木算多的嗎 嗯… 通常都會特殤 就是如果超過十五的 他幹嘛都會特殤 我看學長偷偷指點 你好辛苦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 老師呢 指點我的時候呢 我也正要嚇你 我們台灣的騎士 大概有多少 一百多 一百多 一百多會 嗯 對一百多 那職業騎士是 以此為職業嗎 喔 對 對就是以比賽為職業 那台灣的獎金最高的人 一百八十萬 那我可以來參加比賽嗎 要先考上職業才可以 然後台中好像不超人 哈哈哈哈 職業騎士還有 還有年齡的 我們台灣有二十二歲以上 夠好職業 是嗎 忘睡 這樣老年不行嗎 所以 夏威夷騎士還要從小開始 我想讓你再去休息一下 然後真的期望在職業 真的期望嗎 您有跟周老師對一個嗎 他們有勝負還蠻多的 勝負比例嗎 嗯 輸比較多 也是會有贏的時候 有贏過 好 等一下就由大家老師知道我 変身します K老 台中跟妳講 正是妳挑戰齊勝之前 請妳不要叫錯我的名字 我是近藤光 近藤光 近藤光 我跟妳說 在妳跟騎聖比賽之前 我們要請院長 跟妳介紹一下 這個藤光 院長不是別人 就是我們 林海風老師的公司 請老師為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棋盤是 海風棋院 最好的棋盤 跟最好的棋子 2010年 棋聖賽 2019 名人戰 有使用過這個 這套 看一下畫面 欸 它是昭和27年的時候 重點是這個 本音坊的秀格 其實這個是高窗格老師 拿到九年八的第一名 是 簽的名人 看到沒有 它這個是你看嗎 上面還有寫的 這個是棋子 我父親23歲的時候 拿到名人才關鍵 第一次拿到名人 然後這個棋子裡面 是什麼做的呢 這個是石頭 這個是石頭 這個人 這個是蛤蟆 蛤蟆 所以這是真正的蛤蟆 這是蛤蟆 這是蛤蟆 欸 用貝殼 用貝殼的 叫蛤蟆 所以今天 我們要用這一副 我們要用這一副 我們用這一副棋跟這個 來下嗎 院長通常這種 他是差不多 48級的選手 可以摸到這麼好的 30 所以說只有到30 就只有到30嗎 抱歉抱歉 可以摸到這種名字OK嗎 一定可以 謝謝 謝謝 對對對 海哥 比如說紀藤光 紀藤光可以 謝謝院長 謝謝 我進去沐浴更衣 好好的沉思 怎麼跟周老師對一 Check it out 沈思 沈思 來得真好 今天 我就要跟你周老師決戰 揹 你誰這個羔頂要幹嘛 做圍樣 跟左為 對啊 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講啊 左為是男生還是女生 左為當然女生啊 好啦 這邊要來囉 好了 準備開始囉 這場大賽我相當的期盼 Check it out 周老師你好 董哥你好 所以今天能夠親自目睹到 我們的周老師 實施了我們的光榮啊 我想請教一下老師 您第一個職業冠軍是幾歲的時候 是14歲的時候 打到第一個職業冠軍 您14歲就職業冠軍了 是不是會下棋的人 比較不容易照 對 相對來講會比較穩定 比賽途中 大部分心情要很平靜 那您比方說 人總有情緒嗎 你最大的情緒起伏 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其實我是一個 個人性是很明顯 所以我也會 很大聲地去 會不會這樣子嗎 你會這樣子嗎 嚇到我真的要 叫他快嚇死了 起伏 什麼 也會這樣子嗎 類似的樣子 也會這樣子 會不會在下棋的同時 比方說已經下下去了 自己很傲嗎 會 但是如果是中央比賽 一定會裝作什麼事沒發生 這個很難 今天要向老師好好地學習 想請教老師 像這一副棋 跟這一桿一個棋盤 老師曾經用過幾次 這是我們第一次 蛤 這個棋盤太真櫃了 真的啊 這個棋盤在台灣 今天是第三次使用 天啊 這應該叫做什麼 小提琴名師叫什麼 Pa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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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擠 希望你舉一個 你舉得出來的 你知道我覺得 所以今天我要請 我的陰陽師 你給我提示 但是我也不見得 會採用你的理解 好不好 老師應該是用白紙吧 沒有我們現在要 你剛是不在 要拆 要拆死 喔好好好 ok ok 我們這樣下在右手邊 對手前面 這樣是一個領袍 對對對 他要留一個 右上角的領袍 因為這樣子 你手伸出去比較 順 比較順 而且你手伸出來了 有 想要 我 不是 不是 赤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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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病 沒關係 現在也藏多下了 又沒了 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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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又可以了 對 哦 雙病耶 變來變去 叫做腸 叫腸 它現在在這麼外面 它叫腸 對 剛剛也叫腸 在下面的地方 哦 一般都是腸在外面 這叫飛 飛到這裡 這 旁邊一個 這一個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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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飛到這裡 這個怎麼死掉了 這樣就衝過來 還是什麼樣子 怎麼死掉了 哦 人跳來懂嗎 哦 是自己手下好了 不錯 這個因為 就是維奇是比效率的遊戲 加加這個神 除了連接以外 有破這個 跟破這個的破 哇 老師 你好強哦 我覺得 哈哈哈哈 現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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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了嗎 他們現在這張機 看起來了嗎 它黑了好像黑了 這現在右下角 這邊都是白旗的 對 就像太窩已經講過了 但是白旗除了這邊右下角以外 還有剩下左上角 如果用來的話 還有一位 secondo你 支援我的 我像 支援我的 支援我的 你現在 支援我的 支援我的 永遠 不能 生命 保留 希望 未來 到 你 幸福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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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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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为期其实成功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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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